1980年代,人到中年的北京摄影记者曹德培和年轻漂亮的妻子段金华 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只要一个小孩 他们与六岁的儿子汉汉组成幸福的三口之家 曹德培个人也即将迎来事业上的高潮 他的影展正在筹划中 某天,曹德培接到要他去儿童福利院领回儿子的电话 来到福利院后,他见到了一个沉默不语的十岁小男孩 带着一封信来京寻找父亲 而这封信正是他写给远在东北的前妻的 他在东北下乡插队时,结识前妻 两人离婚后,前妻留在了东北乡下 为了弄明真相,他带着男孩去了东北 通过前妻的后任丈夫之口 曹德培得知前妻已经去世 而在两人离婚时,他已怀有身孕 这个名叫赵小木的男孩,的确是他的儿子 一时无措的曹德培想将小木先留在东北 哪知他尾随着上了火车 到北京后,曹德培将小木安置在他冲洗照片的地下室暗房中 小木在暗房中看着妈妈的幻灯片,不住地思念着他 在厨房里,妻子告诉曹德培自己怀了身孕,并且去医院做掉了孩子 六岁汉汉待在家里无聊 无意间接到了十岁小木的来店 就邀请小木来家里玩耍 小木就顺便偷拿了相册里的照片 小木无意间接了妻子的电话 妻子疑惑曹德培的工作间怎么会有小孩 曹德培只好向妻子坦白了小木的事 儿子汉汉过生日,曹德培带着小木回家吃饭 结果夫妻闹失和,两个孩子也闹矛盾 妻子不知道如何面对小木才好 小木只好独自再回到东北乡下 对于摄影展,曹德培似乎已无心过问 妻子最终同意,两孩子一块抚养 曹德培却陷入了迷茫之中 透过一位摄影记者的摄影展 我们不仅发现了各种匪夷所思 令人啼笑皆非的社会乱象 同时在他濒临破产的婚姻中 也真实地感受到了生活真相的荒诞 妻子段金华为了家里的儿子汉汉 再度怀孕后就去做了迎产手术 赵小木的出现 无疑令他在思想上经历痛苦的抉择 要么离婚,要么接受赵小木 最终他艰难地选择保全这个家庭 维持这段婚姻 曹德培在面对和处理 这一复杂而又始料未及的父子关系中 真正显示出了一个失忆中年人的精神面貌 和办事风格 尽管暂时没有解决办法 眼下也只能左右权衡 上下折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